新婚之夜,她为何会想到西凌横?又为何想到母亲会大痛?或许是通过母亲想到了那个人,她的生父,那一瞬间,小妖竟有些羡慕自己的母亲,羡慕她敢爱敢恨,可以不顾一切地,和一个世人看来的大魔头在一起。 她为何不可以像母亲一样,有勇气去和魔头相爱呢?新婚那天,看着眼前身着红衣的屠山井,她脑海里有一瞬间闪过的,竟是防风被穿着红衣的模样。 新婚夜,小妖喝得太多,并没有和屠山井原房,后来,好像是井把她抱回屋子,梦里,她喊了香柳的名字,那天,她喝了好多好多酒,她明知道新婚夜不宜饮酒过甚, 却还是不管不顾地喝着。 笔者蜡瓶,正常人怎么会在新婚夜喝那么多酒啊?屠山井一直很清醒。 新婚那夜,他们一起送走了枪炫,小妖便提议去大殿喝酒,期间,小妖看着她,朝她敬酒,却总是望着她恍神,仿佛在透过她看另外一个人。 聪明如屠山井,自然是明白的,她对自己妻子的这段过往心知肚明。 但她丝毫不觉得自己是输的那一方,甚至于说,在这段关系里,她是那个占便宜的。 她永远都不会告诉小妖,她其实一直都知道是香柳驱使娇人救下了自己。 香柳当年伤害小妖,故意激怒小妖,其实也是为了救她,她感念香柳的相助,却依旧装作不知。 因为她也有私心,是个人,都会有私心。 若是让小妖知道,她或许真的会选择走上那条和她母亲西凌恒一样的路,又或许她什么也不会做,还是会嫁给她,但屠山井堵不起,她只会把这些秘密永远藏在心底。 没事,只要她是我的,就好。 屠山井心下自我安慰道,小妖喝得不省人事,自是无法行夫妻之事。 屠山井也不好违背她的意愿乱来,毕竟她们二人都已经拜堂成亲,那个是早晚的事,总不可能有煮熟的鸭子飞了的道理。 屠山井将小妖抱回卧房,只见她迷糊着,哼哼唧唧,不知道说了些什么,突然间,一阵刺耳的香柳让屠山井整个人都待在了原地。 那时的屠山井,依旧只是安慰自己,没事,来日方长。 第二天,小妖在醒来的那一刻,好似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已经与屠山井成婚,问道,我们成婚了吗? 小妖竟然忘记了昨天的事。 新婚之日,本是应该铭记一生的,可她却说忘便忘了,似是毫不在意。 屠山井虽难受,却也是不恼,再次安慰自己道,没关系,她已经是我的妻。 可谁能想到,还没过几天,她们刚到五神山,就得到了向柳身死的消息。 她看着小妖杀那间,从笑意盈盈变到面无生机,屠山井看着小妖的眼神直勾勾地坠落,仿佛一瞬间遭受了万箭穿心之痛。 小妖的魂,在那一刻,丢了。 屠山井开始慌了。 所以,在小妖吩咐出海的时候,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,想要问那人一个答案,小妖,你是我的妻子。 你要去哪里? 当她听到小妖冲着她说抱歉的那一刻,她知道,她输了,彻底地输了,纵使她们已经成婚,最起码,让我陪着你一起。 屠山井再次挽留道。 小妖转身,两只脚仿佛踩在棉花上。 她顾不了那么多了,她只想出海,去海的那边,她也不知道为什么,仿佛有什么东西冥冥中在召唤着她,见小妖没有拒绝。 屠山井跟着小妖一同出了海。 海上,小妖平退左右,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。 屠山井站在她的后面,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妻子一瞬间,觉得那个人好陌生,前所未有的陌生。 或许她从来都不懂小妖。 突然,只见小妖纵身一跃。 跳进了海里,屠山井见状,本想跟着跳,却还是被身边的随从拉住了。 任凭她如何挣脱都没有用,她身体本就柔弱,自是反抗不过随从。 紧接着,整船的侍卫全部跳进水里去捞王鸡。 小妖是从五神山出发,出海的队伍里基本上都是白地的人,只见他们一头扎进海里,在海上大声地呼喊着,王鸡,王鸡不知寻了多久。 小妖中是被众人寻到,回到了船上。 只见她一脸阴沉地向屠山井走来,冷冷地说道,屠山井,你过来,我有话问你小妖平退众人,屋内只剩下她和屠山井。 当年你在海上,到底是被谁所救? 还未等屠山井开口解释,小妖似是非常气急,再一次发问,开始歇斯底里地朝她吼道, 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,是香柳驱使交人救的你? 你是不是也知道,她当初放我血? 其实是为了救你? 你什么都知道,为何要装作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? 任凭我去恨她,对她失望,然后转头来爱你吗? 不是的,小妖你听我解释,屠山井见她如此激动,准备上前解释。 只见小妖用力地甩开她刚想握上的手,夺门而出,来人,把屠山公子送去后面那艘船。 这艘船轻装,即刻以最快速度出发前往海岛。 船上的人都以王姬马首试瞻,见小妖吩咐,自是将屠山井客客气气地请下了船, 随后青苍扬帆,照着王姬的吩咐,前往海岛。 小妖之所以突然间对屠山井反应这么大, 是因为她刚刚在海底,听到了娇人的对话,你看到了吗? 那个站在船弦上的女子,就是香柳大人在海底喂了三十七年心头血的那个人。 而她身边那个男子,还是香柳大人和我一起救的。 小妖站在船弦上,起初只是好奇,默默地听着。 结果听到香柳,自是站不住,只身一跃,跳进了海中。 娇人的耳力极好,娇人夫妇见小妖纵身入海,心下也猜了个七八。 娇人们受向柳恩惠,自也是对小妖礼敬三分,见她能听懂她们的对话,便恭敬地赢了过去。 就这样,小妖从娇人的口中得知了一切。 海底三十七年的陪伴,每次月圆之夜的心头血,倾上玉山,设一命救她,再舍一命解骨。 想尽一切办法,救下屠山井,她知道了,这一切的一切,她都知道了,香柳一直在默默地爱她。 连救情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,她都做。 真是个傻子,到达海岛之后,图山井来找过小妖很多次,小妖都对她避而不见,最后索性躲进了林子里。 小妖漫无目的地在林子里走着,明明她如今有利自保,有人相依,有处可去可为什么,她还是开心不起来。 这大概就是,没有她的世界,就算赢下了所有,人生依旧是黯淡无光的,没有一丝生气的。 小妖在这一瞬间,仿佛理解了自己的母亲西林衡,那段日子,她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生的意志,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 白帝和枪炫远在千里都发觉不对劲,派了好几个使团过来。 枪炫更是得知小妖出走海上后,着急派了入收前来请安。 一方面是让其确认小妖安好,护其安全,另一方面,则是让入收过来谢罪。 小妖没有见他们,直到毛球闯倒,入收开始派人搜林子。 她终于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 那天晚上,毛球叼着一把匕首插进她心口,她惊讶疼痛之余,竟感受到了一丝生机,突然间有了声的意志。 随后,她怀中的大肚娃娃,竟有了一丝温热。 这是阿碧送给她的新婚贺礼。 那娃娃憨态可居,一个肚子圆滚滚的,以至于小妖一见她,都忍不住笑出声。 小妖喜欢她喜欢的锦,一直贴身带着。 而自从得知项柳身死,她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个娃娃。 那娃娃好像是小妖最后的救命稻草,维系着她的一线生机。 苗仆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,心疼之余,为自家王姬每件衣服胸前都缝了个内袋,以便小妖贴身将那娃娃带着。 那晚,小妖见到了毛球,毛球的反应很怪。 若是要刺杀她,应该找一个脆毒的匕首,或者直接用她的找合汇进行攻击。 毛球作为一只灵兽,对于毫无防备的小妖,她可以有一百种方法让小妖死得很难看。 但她却用了一个最笨拙的方法,好像仅仅是为了取她的心头血。 而以毛球的能力,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入收地追捕。 她故意被抓,好像只是为了见小妖一面,小妖心下更加生疑。 毛球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些,一定是有原因的,会不会有可能。 项柳并没有死,项柳还可能活过来? 她可是久命相留啊! 路收他们只是说她的肉身化成了黑血,小妖将大肚娃娃放在刚被匕首刺穿的胸口, 那娃娃竟一直温热着,好似在妄图温暖治愈她,她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晚。 一日,小妖便命人准备回城。 她要回武神山。 如今放眼整个大荒,愿意帮她完成这件事的, 应该就只有这两处了,先去武神山。 小妖对自己说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。